好,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教大家如何輕鬆的在家組裝兩三道的影響 當我們Go買完設備之後 我們通常會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不知道如何把家裡面的這些設備把它組裝在一起 那在組裝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紹 今天我們的設備有哪些 首先呢,我們準備了一對書架喇叭 以及串流擴大機 還有我們的電源線以及喇叭線 還有我們的網路線 那接下來呢,我們拿到擴大機之後呢 以及拿到我們喇叭之後 我們首先要判別我們的擴大機後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擴大機的背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有電源的孔位 以及喇叭線的部分 還有網路線的部分 通常這個擴大機都是用原文的方式去呈現 那在這邊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它所顏色以及它的正負極性的部分 在喇叭線的部分我們要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以及電源線的部分 我們要了解到的有哪些 還有網路線的接線 那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先接我們的喇叭線 那一般喇叭線 我們有很多的端子 不同一樣 有一些有Y形的端子 有我們的沒有透過這樣Y形端子去接的 那今天我們用的是香蕉 叫Banana端子 那線材的本身有等級之間的差別 所以我們今天所使用的線材 它是有方向性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說有方向性的部分 你要遵照這個方向性來去做使用 那首先呢 我們來接我們的擴大機這一端 我們的擴大機這一端呢 有分左右邊 那黑色的部分 通常是我們的負極 黃色的部分代表我們的正極 那在喇叭端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喇叭端子的背面 那這一對樹架型喇叭 它只有兩個正負的端子 那有一些喇叭它會做擺外的端子 會有做一個高低音的分線 甚至有所謂的跳線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沒有使用這種高低音分接的喇叭線 我們只有做這種單組的這種喇叭線的端子 那同樣的我們是用紅色接紅色 黑色接黑色 來完成我們的左邊的聲道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接我們的右方聲道 那一樣呢 各位觀眾朋友要注意一下 它喇叭的一個方向性 這邊有看到它的方向性 好 那我們一樣 黑色接黑色 紅色接紅色 那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在這個狀況之下 各位朋友盡量不要再 就是在關機的做一下 來接我們的喇叭端子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依然遵循我們的黑色接黑色 紅色接紅色 好 這樣就完成我們喇叭線端子的接駁 那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我們喇叭先接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再接我們的電源線 那電源線通常 我們原廠會附 有一些擴大機 都會附一般的這種電源線 可是如果你對音質比較講求的話 你可以到冰箱店去購買比較好的發燒電源線 因為這個電源線的改善是非常之大的 如果有試過的朋友就知道 電源線會不會影響你的生意 那電源線呢 有分工母頭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先找到這個擴大機的母頭這一端 因為它是一個五角形的 裡面有三個角位 那同時呢 我們只要對準這個角位 然後順著這個 它的五角形的方向 然後把它接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端呢 那就是接到我們的壁面的插座 那接下來呢 是接上我們的網路線 那因為我們今天所示範的是 就是串流的擴大機 所以它本身有網路的接口 所以我們只要把我們的網路線 接到我們的網路接口 那另外一端呢 可能就接到你家裡的無線Wi-Fi 或是你的壁面的網路線 這樣透過我們家用的Wi-Fi的系統 我們在手機上就能夠 下載這個影片就能夠操作 然後這樣就可以輕鬆的完成 我們的壁對養生道的一個 接法的一個示範 那今天我們的示範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